第八边 公式催告程序 第五百三十九条 申报权利之公式催告 已得一背书转让之证券或法律有规定者为限 公式催告 对于不申报权利人 生施权之效果 第五百四十条 法院应就公式催告之声请为裁定 法院准许申请者 应为公式催告 第五百四十一条 公式催告 应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 申请人 二 申报权利之期间及在期间内应为申报之催告 三 因不申报权利而生之失权效果 四 法院 第五百四十二条 公式催告之公告 应年贴于法院之公告处 并登载于公报 新闻纸或其他箱类之传播工具 前项登载公报 新闻纸或其他箱类之传播工具之日期或期间 有法院定之 申请人 申报权利之期间 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自公式催告之公告 最后登载公报 新闻纸或其他箱类之传播工具之日期 应有二个月以上 第五百四十四条 申报权利在期间移闷后 而在未为除权判决前者 与在期间内申报者 有同意之效力 第五百四十五条 公式催告 申请人得于申报权利之期间 已满后三个月内 申请为除权判决 但在期间未满权之申请 亦有效力 除权判决前之言辞辩论其日 应并通知已申报权利之人 第五百四十六条 法院就除权判决之申请为裁判前 得依执权为必要之调查 第五百四十七条 驳回除权判决之申请 已裁定为之 第五百四十八条 申报权利人 如对于公式催告申请人所主张知权利有争执者 法院应着量情形 在就所报权利有确定裁判前 裁定停止公式催告程序 或于除权判决保留其权利 第五百四十九条 公式催告申请人 不予言辞辩论其日到长者 法院应依其申请 另定星期日 前项申请 自有迟务时起 于二个月后不得为之 申请人迟务星期日者 不得申请更定星期日 第五百四十九之一条 法院为除权判决者 程序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但因申报权利所生之费用 由申报权利人负担 第五百五十条 法院应以相当之方法 将除权判决之要旨公告之 第五百五十一条 对于除权判决 不得上诉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以公式催告申请人为被告 向原法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一 法律不许行公式催告程序负担 二 未为公式催告之公告 或不依法定方式为公告者 三 不遵守公式催告之公告期间者 四 围除全判决之法官 应自行回避者 五 已经申报权利而不依法律于判决中斟酌之者 六 有第四百九十六条 第一项第七款制 第十款制再审理由者 第五百五十二条 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应于三十日之不变期间内提起之 前项期间 自原告之息除权判决时起算 但依前条第四款或第六款所定是由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如原告于之有除权判决时不知其是由者 自知悉其是由时起算 除权判决宣示后已于五年者 不得提起撤销之诉 第五百五十三条 第五百零一条 第五百零二条及第五百零六条之规定 于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准用之 第五百五十四条 对于除权判决所复之限制或保留 得为抗告 第五百五十五条 诉综公式催告程序 法院得命合并之 第五百五十六条 宣告证券无效之公式催告程序 适用第五百五十七条至第五百六十七条之规定 第五百五十七条 公式催告 由证券所载履行地之法院管辖 如未载履行地者 由证券发行人为被告时 一第一条或第二条规定有管辖权之法院管辖 如无此法院者 由发行人于发行之日为被告时 一个该规定有管辖权之法院管辖 第五百五十八条 无记名证券或空白背书之指示证券 得由最后支持有人为公式催告之申请 前项以外之证券 得由能具证券主张权力之人为公式催告之申请 第五百五十九条 申请人应提出证券善本 赢本 或开始证券要指及足以辨认证券之事项 并使明证券被盗 遗失或灭失及有生请权之原因 四十 第五百六十条 公式催告 应记载持有证券人应于其间内申报权力及提出证券 并小事已如不申报及提出者 及宣告证券无效 第五百六十一条 公式催告之公告 除以第五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外 如法院所在地有交易所者 并应粘贴于该交易所 第五百六十二条 申报权力之期间 自公式催告之公告 最后登载公报 新闻纸或其他乡类之传播工具之日起 应有三个月以上 九个月以下 第五百六十三条 持有证券人经申报权力并提出证券者 法院应通知申请人 并着定期监视其阅览证券 申请人阅览证券 认其为真证实 其公式催告程序终结 由法院书记官通知申请人及申报权力人 第五百六十四条 除权判决 应宣告证券无效 除权判决之要指 法院应以职权依第五百六十一条之方法公告之 证券无效之宣告 因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而撤销者 违攻是催告之法院于撤销除权判决之判决确定后 应以职权依前项方法公告之 第五百六十五条 有除权判决后 申请人对于依证券负义务之人 得主张证券上知权利 因除权判决而为清偿者 于除权判决撤销后 仍得以其清偿对抗债权人或第三人 但清偿时已知除权判决撤销者 不在此限 第五百六十六条 因宣告无记名证券之无效 申请公事催告 法院准许其申请者 应依申请不经言辞辩论 对于发行人为禁止支付之命令 前项命令 应付记以为公事催告之室由 第一项命令 应准用第五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公告之 第五百六十七条 公事催告程序 应提出证券或其他原因未为除权判决而终结者 法院应依执权已裁定撤销禁止支付之命令 禁止支付命令之撤销 应准用第五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公告之